《蜗牛探西游》第973期文 牵着蜗牛散步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多重 一万三千五百斤 用东海龙王的话说 那块铁 挽着蟹酒死 嗑着蟹酒王 挨挨耳皮铺 擦擦耳筋上 孙悟空把他当成贴心宝贝 没用的时候就放在耳朵里 到了后期 则越来越依赖金箍棒 轻由仅用太上老君的金刚圈套走金箍棒时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打了 当他到上天搬酒兵时 一反常态 对玉帝态度好得不得了 其他神仙笑他 这猴子怎么前去后攻 他说主要是金箍棒没了 在西游记中 孙悟空的金箍棒只掉过两回 一回是金牛金 主要人家有太上老君的法宝 另一回则被一名妖怪偷走了 按理说 能拿动孙悟空金箍棒的并不多 更不要说是一名妖精 可这名妖精不仅能搬走金箍棒 还拿走了猪八戒和沙僧的武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援助第八十九回 取经团队来到了玉华州 玉华王 有三个王子 他们也爱好武艺 因此集体拜三师兄弟为师 争得唐僧同意 孙悟空等就叫他们功夫 但由于自身兵器太重了 于是将兵器留在打铁后 让铁匠们仿照打一套 晚上 山上的黄师经路过这里 见这三件兵器闪闪发光 觉得是好东西 于是一起射回了山洞 等等 三件兵器加起来有多重了 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 钉板和宝杖都是五千零四十八斤 总计总两万三千五百九十六斤 这黄师经为何能轻轻松松就拿走了 其实这里面是有寓意的 13500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 道士张不锐文章金单四百字序中有一句话 大则一日结一万三千五百西之胎 小的十二十行八万四千里之气 南京中也有记载 人每昼夜呼吸的次数是一万三千五百次 13500也指一天中修行人的练习次数 是修炼的火候 金箍棒叫灵羊棒 也叫如意经呼棒还叫定海神针铁 它的重量数暗指人心 人的心定大海就会温柔安静 人的心不定大海就要发脾气 产生海啸摧毁岸边的一切东西 朱八戒和沙僧兵器为何又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呢 这其实是异藏之数 唐玄宗开元年间所制的中国第一部佛经总墓开元 是叫陆入藏佛经的卷书 宋代第一部雕刻印刷的大藏经开宝藏 也以此为依据 因为其影响太大了 所以后来一切血经 刻经都以此为准 故将五千零四十八作为标准的异藏之数 如来给唐僧的经书是五千零四十八卷 取经的时间是十四年 外加观音应凑了八天 加起来也是五千零四十八天 在这一集中 黄诗经能把三件兵器扛走 九头狮子能把唐僧师徒一口寒了 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是代表斯 九头狮代表的九思 主要使的是 一是思敏 当我们看事物时 要看清事物的真相 不要被事物的假象所蒙蔽 二耳思聪 如果我们能管住我们的耳朵 辨别出真假是非 那我们将不再被外物所伤 三色思温 色代表情绪 温代表喜怒哀乐皆不发 成达是 情绪控制要达到喜怒哀乐皆不发 四 茂思功 茂代表行为 功代表恭敬心 做任何事都应有一份恭敬心去对待 五 言思忠 言代表言语 此句意为不说谎话 六 事思敬 敬代表全力以赴 做任何事都应全心全意的去做 七 一 一 思问 君子不耻下我就为此理 八 愤思难 愤代表愤愤不平 生气的时候要想到后果灾难 不可以意气用事 当我们遇到别人对自己发火时 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他的难处 可能就不再生气了 九 剑的思义 君子看到的都是义 小人看到的都是义 无论别人给予了我们多少 我们都要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无论孙悟空 八戒还是沙僧的兵器 都能随心所欲随便变化 而黄诗经 九头诗 都暗指人的思想 所以 当你的思想乱了的时候 你最终爱的东西就要丢掉 这是这一故事的根本内涵